大家好,我是Jeff 大家好,我是Jeff 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見證 很感恩今天能夠跟大家分享我的見證 我家裡的背景是 我出生之前我親生爸爸就過了生 我家裡的背景是 我出生之前我爸爸就已經去世了 所以媽媽就改嫁了來香港 所以媽媽就改嫁到香港 我的後父是一個精神病人 我後父是一位精神病人 媽媽也管得很嚴格 所以我很小時候就很壓抑 所以我從小就很壓抑 覺得很委屈 所以很小時候我已經有一個意念 所以從小我就有一個意念 我要離開這個家 我要建立一個自己幸福的家庭 所以在這個意念的驅使之下 我就不停地關心不同的女孩子 我就不停地關心不同的女孩子 有些女孩子就跟我一起 有些女孩子就跟我一起 當中有幾次其實是牽涉到三角聯 當中有幾次是牽涉到三角鏈 因為這種渴望被愛 令到我有一種扭曲 因為我這種渴望被愛 所以我伸出了扭曲 有一個聲音跟我說 有把聲音跟我說 有多一個人愛你不是更加好嗎 有多一個人愛你不是更好嗎 所以我對著這些女孩子 我是靈抵抗力 所以我對著這種女孩子 我是靈抵抗力的 我不懂得拒絕 我不懂得去拒絕 所以就不停地沉淪在三角鏈當中 所以我不停地沉淪在這些三角鏈當中 有一次很傷的 有一次是非常傷害的 就是我已經 我女朋友有一個很愛我的女朋友 我已經有一個很愛我的女朋友 但當有第三者的時間 我不懂得去選擇 當第三者出現的時候 我不懂得去選擇 後來被我女朋友的朋友發現 後來給我的女朋友的朋友發現 他們就網絡供審我 他們就在網絡上供審我 在Facebook裡面去搶我 在臉書上面就說我 所以我的朋友、我的家人 我的同學 我的同學 全部都知道了 全部的人都知道 在那刻我的世界好像崩潰了一樣 在我的世界裡面好像崩潰了一樣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 唯一一樣我想追求的東西 我都搞砸了 唯一我想追求的東西 我也搞砸了 所以我 在那刻那個聲音又出現 所以在那刻那個聲音也出現了 唯一你想追求的東西 你都搞不定 唯一你想追求的東西 你也搞不定 不如你死掉吧 所以我 我心裡面突然很想去追回 我原先愛我的女孩子 所以我心裡面很想追回 我當時那個很愛我的女朋友 但是因為這個聲音 我覺得如果我追不到 我就想要她算了 就是因為這個聲音 如果我跟自己說 我追不到 我就死去吧 很感恩在這個時候 神出手 很感恩這時候神出手 神去猜拼了一位姐妹 去為我祈禱 神猜拼了一位姐妹為我祷告 因為她看到我Facebook裡面的事情 因為她看到Facebook上面我的事情 很感恩有這個祈禱 很感恩有這個祈禱 因為在當晚我收到我前女友的回覆之前 她這個祈禱令到我安慰了很多 在我收到我當天晚上 我收到我這位女朋友的回應之前 我有這個禱告 因為那個回覆其實是很狠 再罵得我很多 因為那個回覆是非常狠 罵得我更多 後來我就跟了這位姐妹 回了611 後來我就跟了這個姐妹回611 但是回到教會 我不是有很大的改變 尤其是在感情的軟弱裡面 尤其是在感情的軟弱上 我在教會當中 都仍然搞了一個三角戀出來 我在教會裡面又搞了一個三角戀 那還要是我兄弟追緊的一個女孩子 甚至是我好兄弟正在追求的一位女孩子 因為不見得人所以是地下情 因為不能夠見光所以是地下情 在這些暗媚當中 就越來越多情慾的事走出來 就在這個暗媚當中 就越來越多情慾的事情走出來 但是很感恩聖靈在這個時間 但是很感恩聖靈在這個時候 他拆了一位姐妹幫我發了一個先知 他拆了一位姐妹為我發了先知 他說 他說 耶穌知道你這一刻在做的事情 耶穌知道你現在所做的事 但是他 但是 他願意去再為我釘一次十字架 但是他願意再一次為我釘十字架 就是神的愛 雖然我犯罪 但是他仍然願意愛我 雖然我正在犯罪 但是神還是願意愛我 後來我就跟這個女孩子分手 後來我就跟這個女孩子分手 聖靈也都感動我 要將這件事情曝光 所以您感動我 要讓這個事情曝光 我就去尋求我祖長的幫助 祖長就鼓勵我 要跟所有牽涉的人道歉 那我相信是聖靈幫助我 如果不是我都沒有這個勇氣 去逐一去跟他們道歉 我相信是聖靈來幫助我 要不是我是沒有勇氣去向每一位來道歉 很感恩我 很感恩我 能夠跟這些人修復關係 他們願意接受我的道歉 其實經歷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我對自己是 在愛情這方面是沒有了信心 其實經歷過那麼多事情 我在感情這方面是沒有信心的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資格去在外人 我很怕我再去傷害人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資格去愛人 我很怕再次傷害別人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聖靈跟我說 聖靈跟我說 孩子我看見你悔改的心 孩子我看見你這個愧改的心 我會幫助你 我會幫助你 我會時時地去提醒你 我會經常去提醒你 接著聖靈會幫我 去訂立一些很清晰的界線 後來聖靈就幫助我 訂立很清晰的界線 他叫我不要再私底下關心女孩子 他叫我不要再私底下關心女孩子 不要再跟女孩子有一些很單獨相處的時間 不要再跟女孩子有一些單獨相處的時間 所以我就去警醒自己 我去跟 所以我就警醒自己 繼續去跟 當有女孩子跟我訴苦 去尋求我的意見的時間 當有女孩子向我訴苦尋求我意見的時候 我就跟她說 你找你的組長 你找你的姐妹 我就跟她說 你去找你的組長 找你的好姐妹吧 其實我不是絕對要找我談的這些事情 其實不是你一定要跟我談的這些事情 另外我記得有一次很經典 另外有一次我覺得很經典的 因為我和Carmen都是敬拜對 因為我跟我現在太太Carmen也都是敬拜對 那時候我們還沒有拍拖 當時我們還沒有談戀愛 我們敬拜隊就要找歌譜 我們敬拜隊 我們要敬拜就要去找歌譜 然後那一刻 叫甚麼 孤男寡女共處一室 當時有個機會 我們會孤男寡女共處一室 我就覺得我心裡有一個吹逼 我就覺得心裡面有一種吹逼 聲音提起 我說不要 是你提醒我不要 大陸在這裡 我就不斷吹Carmen 走啊 不要再留在這裡 我就吹Carmen 快點走快點走 不要停留在這裡 然後我心裡 他應該覺得我很奇怪 當時我在想 他一定覺得我很奇怪的 但我很感恩這些經歷讓我知道 我很感恩這些經歷讓我知道 我已經離開從前的自己的模式 我已經離開我從前的模式 後來我真的去追求Carmen 後來我真的開始去追求Carmen 那個時候 我們有一個很長的等候期 我們有一段很長的等候期 可能聖靈知道我個人比較衝動 在感情裡的一段很遠遠 可能是你知道我在感情這方面比較衝動軟弱 但是我很感恩這個等候期當中 我很感恩在這個等候期當中 有一個試探 又可以說是試煉來到 又有一個試探或者試煉來到 當中又有一個女孩子 突然主動跟我聊天 在當中又有一個女孩子 她主動跟我說話 最初我都覺得這個新朋友 可能是要聯絡一下才會回來的 那我覺得可能是這個新朋友 需要聯絡的 她才會回來的 但是聖靈很快就提醒我 但是聖靈很快就提醒我 你不要了 你不要了 你跟她斷胎聯絡了 你跟她斷絕聯繫吧 然後我就 膽粗粗地跟那個女孩子說 那我就鼓起勇氣 很勇敢地跟這個女孩子說 我說其實我已經有個心意的女孩子 我覺得我不方便跟你聊天 我跟她說我已經有心意的女朋友 我不方便跟她聊天 那很感恩 我就跟她斷開了這個聯絡 很感恩 我就跟她斷絕這些聯繫 我覺得這次的經歷 令我對自己的專一再一次有信心 我覺得這次經歷讓我知道 對我的專一再次有信心 那很感恩聖靈的保守 很感恩聖靈的保守 那我後來跟Carmen拍拖 六年才結婚 那這六年裏面我們都可以持守這個聖結 在這個六年裏面我們都持守聖結 除了拖手和喬手之外 我們完全沒有其他的身體接觸 除了拖手牽手以外 我們都沒有身體的接觸 因為我比較軟弱 所以我把界線定得特別高 因為我比較軟弱 我把界線定得特別高 有時可能Carmen不開心 正常男孩子可能會摸摸她的頭 或者搭搭她的肩膀 但是這些我都不敢做 可能Carmen有時候會不開心 因為正常談戀愛 男朋友會拍拍拍的頭 這些我都不做 所以我覺得很感恩 在進入婚姻之前 我們可以持守這個聖結 很感恩 我們在進入婚姻之前 我們就能夠持守這份聖結 所以我們很感恩 在神在人的祝福之後 我們就進入了結婚 婚姻 我覺得持守聖結 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得勝 我覺得持守聖結 在我這方面 取得很大的得勝 讓我對於婚姻對感情 是重新有很大的盼望 讓我對婚姻對感情 又很有盼望 神也都恥福我們的婚姻 也都生了一個很可愛的孩子 神又很賜福我們的婚姻 我們也有很大的婚姻 是一個很可愛的孩子 所以我們的婚姻 也都祝福了很多不同的年輕人的祖縣 我們的婚姻 也祝福了很多年輕人的祖縣 這些過往很黑暗的經歷 都可以成為祖縣的祝福和幫助 過去很黑暗的經歷 都能夠成為祖縣的祝福和幫助 是 我感謝主 也都感謝聖結的幫助 令到我人生有大的翻轉 很感謝主 感謝聖禮 讓我人生有很大的翻轉 哈利路亞 一切的榮耀中讚歸給我們 願一切榮耀歸給我愛我的天賦